各位媒介朋友、各位市民、各位網民大家好 今日見大家再次感謝中央政府接納了香港社會 包括民建聯、全體人大代表的一個建議 就是增加自由行城市 為香港旅遊增添新動力 2024年5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局決定 在2024年5月27日起山東省太原市、內蒙古自治區 福和浩特市、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西藏自治區、拉薩市 甘肅省、蘭州市、青島省、西陵市、寧夏茴族自治區 銀川市、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烏魯木齊市等8個城市 符合條件人員往來香港 簡單來說增加這些城市個人旅遊簽署 民建聯對於擴大個人自由行城市 我們是非常歡迎 亦非常感謝中央政府和各個部位 在推動這項政策所作出的努力 今年以來大家都看到 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 不斷為旅遊業帶來好的消息 而今次開放的自由行城市 都是極具特色的省會城市 對於推動香港高質量旅遊發展 是有重要意義 夏主任早前也指出 香港旅遊業需要積極、識辯、應辯、求辯 多用新思維樹立無處不旅遊的理念 這個要求我們全社會都要關注 也應該要有發展旅遊的新思維 我們希望特區政府積極部署 做好工作讓中央維港政策 能夠實實在在落地 一方面增興香港經濟 同時增加香港和各個城市之間的民心相通 同時也為零售業使道帶來好的消息 具體我們有幾點建議 第一 政府有需要進一步加大協調 隨著更多的自由行城市開放 特區政府需要加強宣傳 也需要和不同的旅遊業界的持份者 盡早溝通、盡早協調 早一些提出優化旅遊產品的設計 妥善地處理香港市民的需求和旅客體驗之間的關係 更大力度打造香港的好客之都 大家都知道除了民體類局之外 其實不同部門也有不同的角色和責任 所以我們懇請特區政府加強高層協調 第二 我們會繼續向中央爭取提升 離港旅客的免稅額 我們相信隨著政策落地 有更多自由行的朋友會到來香港 但現在的免稅額依然是五千元 還未放寬 早前在人大我們得到三十六位人大的同意 成為一個團的提案 除了人大之外 其實很多位的政協都同意 希望請中央再次考慮放寬 免稅額由五千元到三萬元 也可以設一個上限 可以考慮設二十萬 以吸引更多內地客來香港消費 重振香港旅遊的體驗 除此之外 我們的提案裡也提到 其實因為中國旅客帶進品 限量表已經一段時間 一九九六年至今沒有更新 我們亦都懇請中央政府考慮放寬名單的內容 讓香港特別是在香港購買更多奢侈品的時候 奢侈的消費品的時候 可以提高免稅額 第三 我們要求 亦都建議要盡快 和旅遊公司和機管局商討 要有更多的直行航線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今次開通的自由行城市 裏面我們做了初步調研 幾乎都是沒有直行的航班 交通上其實不算是很便利的 因此我們亦都請特區政府加強高層協調 早日與中央政府和相關部門 以致透過機管局或航空公司達成共識 能夠早日開通直行為旅客帶來方便 另外就是推廣活動 我們亦都請特區政府 真的要做好旅遊的宣傳和推廣 亦都可以考慮 和內地的媒體 以致不同的持份者加強溝通 特別今次裏面不少自由行的城市 亦都有少數族裔 那怎樣去進行有效的推廣 這個是要了解少數族裔的文化 和他們慣常的溝通方式 簡單來說 文字上要採用商語的特色 即是漢字加上當地 小數滿族的語言進行宣傳 我們希望特區政府都可以和內地的旅遊局 以致不同的媒體 和廣播的途徑了解一下推廣經驗 用更貼地的方式 去結合當地的文化 宣傳香港達至更好的效果 最後由於自由行城市 相信落實很快就會落地 我們香港也要有相關的配套 再次強調 相信需要香港政府高度重視 因為自由行城市裏面 真是有少數民族的地區 例如新疆 西藏 西藏等 本身他們都有很特別的宗教 和文化特色 我們早前也要求政府 由於我們都很重視中東市場 加上現在自由行的安排 其實是有條件 也有需要增加配套措施 例如有更多的清真餐廳 同時也要讓旅遊從業員 更加明白不同的城市來的朋友的文化 以至它的風俗 早點加強培訓 讓我們準備好做一個好客之刀 準備好接待不同的朋友來香港 讓他們有更好的體驗 我知道黃英豪代表和議員 他其實都去過這些城市 都有一些體會和建議 那我交給黃英豪 好 謝謝常委 各位傳聞朋友 各位市民大家好 今次中央開放自由行這八個城市 大家見到有甚麼特色呢 因為這八個城市 我都去過七個 首先從距離 最近的就是山西省太原市 都大概要兩個半小時飛機 最遠是新疆的省匯 烏魯木齊市 有時逆風可以飛七個幾小時 而這八個城市都是省匯的城市 最大是黑龍江省的哈爾濱市 接近一千萬人口 但如果說人均GDP和人均收入 就是山西省太原市 和內蒙古的福爾浩特市 是最高的 剛才惠琼常委都解釋得很清楚 我們特別要關注 就是這些叫做少數民族 聚居的一些省匯城市 譬如青海的西寧 大家知道海拔高的地區 有很多都是回族 寧夏就更加是作為回族的一個自治州 內蒙古 顧名思義以蒙古族為主 而新疆是維吾爾族 而實際黑龍江、哈爾濱 都很多朝鮮族 西藏也是藏族 那你說一下子 有這麼多我們內地的少數民族 的一些旅客來香港 我相信我們旅遊業界 和我們廣大市民 都是需要有一個正確的認知 第一我覺得這一定要是相互尊重 因為大家的文化 大家的飲食 和很多方面的生活習慣未必一樣 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都會 我們都不是第一次接待一些 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朋友 我很相信我們旅遊業界 我們的餐飲業界 酒店各個方面 包括我們的導遊等等 都是需要更加包容 剛才常委提得很好 就是說 有一些這些少數民族地區 它有它的文字 我們怎樣在接待它的時期 是用中文和它當地的文字呢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 它飲食習慣是適應呢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 真的它賓治如歸 它感覺到香港歡迎它呢 因為這些地區 都是比較遠 一定是過夜客來的 可能還不止一萬 是一萬兩萬三萬 那怎樣我們可以令到它在香港 是能夠滿載而歸 回到它之後呢 舉個例子 內蒙古福和浩特 就是在附近有全國GDP 最高的一個地級市 就叫做鄂爾多斯 三萬多元GDP的了 就是人均美元計的人均GDP 包頭市是升得很厲害的 那所以呢我們怎樣可以令到 這些稍為遠一點的省份 這些省會城市的旅客 還可以跟它各方面朋友去推廣呢 因為現在是個人由來自遊行 但是他們還可以跟團來的嘛 那所以呢 我覺得很多方面 我們香港各界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但是呢 就非常感謝中央 因為中央呢 在上次開放了西安和青島 這麼快又開放了八個省會的城市 那所以可以說 令到香港在相對現在淡季 無論是對餐飲 還是對酒店 對這個旅遊業 可以有一些新的客源供應 那所以呢 就期待著呢 和大家攜手一起 就令到我們這些內地 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 他的旅客是賓治如歸 謝謝 看看大家有什麼提問 謝謝 我認為你正確 我認為這八個市場已經開放了 一個人的經濟 一個人的經濟 是有半個市場 有半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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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認為 首先 我們香港的市場 市場 其實每一位我們 here should be more accommodating and should be more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minority travellers' needs For example for Muslims and for Mongolians they have their eating habits and they also have their own culture I think we need to respect them to make sure that they come to Hong Kong they can spend 兩至三天 因為這些城市 其實是很遠的地方 烏龍齊 是約七小時 離離離 所以當他們花了幾天 在香港 我們必須要告訴他們 香港是世界城市 我們有什麼地方 但同時我們必須要 非常理解 也要給他們 所以我認為 我們的 tourist guides 我們必須要理解 那些民族旅遊 可能會喜歡自己的語言 除了其他能力 可以說普通話 可能在某些地方 我們必須要展示他們的語言 當然,我們必須要有哈拉 和餐廳设计划 在回答你的问题 我相信现在我们有很多机会 去探索这些城市 我们有8加2 我们可以探索 我认为这些时候 我们必须完全探索这些机会 我们再次感谢 香港政府的支持 我们希望我们更加提升 香港的计划 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加提升 我们更加提升 使用职制限制限制 所以更多的选择 可以在香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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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想问 第一,现在是否和中央聊天 想多些城市去加入这个方面 现在大概的选择是什么 有没有说下一家居 会多多少是不一样的城市 第二,就是刚刚你们两位都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今次来的旅客 很多都是少数族裔的 你就提出多些清新餐厅 和一些用不同文字 去宣传旅游产品 可不可以再说多些清新餐厅 除了清新餐厅 和不同文字 例如少数族裔的文字 其实整个配套 除了这两样东西 或者这两样东西 如何新人再做方面 自由行城市 其实连早前两个 再加上现在公布的八个城市 其实我们是有很大的潜力 去深耕这些城市 以至让更多朋友 透过自由行来香港旅游 我自己期待和请特区政府 在这段时间 用好中央支持香港的这些措施 做好旅游宣传 亦都准备好 现阶段我认为最需要 第一就是 好像刚才所说 是一个有力的统筹 因为要让这些城市的朋友 能够来到香港 是宾治如归 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一个配套措施 包括尽快增加直行航班 亦都包括做好旅游推广 亦都包括让我们的旅游从业园 更加了解 未来可能接待的不同的朋友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背景等等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相信特区政府 是应该先做好这些措施 至于其他的维港政策 我相信中央政府 都会逐步看香港的 接待能力 承担能力 从而一步一步去开放 另一个我们亦都因此期待的 就是随着更多的自由行城市 来香港 免税额 是可以由五千元 放宽到三万元 因为五千元的免税额 确实已经是十几年前的金额 加上现在 很多的旅客来香港 都会考虑购买一些 奢侈品 又或者一些海味等等的 一些手信 回到内地 所以是进一步提升 放宽那个免税额 是有助于旅客 是来到香港 是 是 購物 亦都是有助于 大家 是 即是有助于提升 那个交流 那个程度 就需要有一些清真的食品 那宁夏呢 又回族 黑龙江 有很多朝鲜族 西藏的藏族 那究竟他们对饮食啊 或者平时一些的住宿啊 和各方面的要求 我们怎么可以满足呢 那我相信第一呢 一定要尊重 就是这些不同的小数民族的文化 那所以呢 我们的旅游同业 和全港的市民 都应该是要以更包容的心态 和我自己呢 都想更加好地学习 究竟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特色和方法 那我们要向他介绍好香港 那所以刚才常委都说了呢 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的介绍 是用回他的文字呢 就是除了中文 他应该都懂啦 但是可能还有藏文呢 那会不会我们又需要有一些的 这一类的叫做宣传的小冊子呢 那这些呢 希望政府旅游发展局 和旅游业界呢 都要考虑去协调统筹的 清真餐厅呢 因为这些所谓的Halau Certified 它是有一些国际的水准的 那当然你要做到中东这个水准呢 就最高了 那香港呢 据我所知呢 就酒店来说呢 都已经有清真标准的 有十几二十间 但是餐厅呢 相对呢就还不多 那所以呢 我相信呢 就我们的旅行社啦 我们的导游啦 我们的各界的朋友啦 如果见到这些朋友 旅客的人游来香港 他要找呢 我们自己都应该 是吧 常委我们都要介绍到清真餐厅 是吧 我现在问一下大家 如果有这一类的朋友 回族的维吾尔族来 你带他去哪里吃饭呢 是吧 那大家都在这里有个认知 那当然从一个 就是我们香港的 旅游发展的角度呢 当然希望更多的 清真认可的餐厅 因为在内地呢 我想北京呢 见到呢 很多是平时我们吃的 是中餐 但是他都特别写上清真认可的 那我相信 就是这些标准呢 希望很多餐饮的业界 也都要关注 多谢 好 谢谢 多谢这么多位 好 谢谢 非常好